官方剛在FB發布了潘朵拉和夏瑪西的B稿 我們這邊跟大家一起來看一下吧 我們就看右半邊調整後就好了 水星互相兼具變成百分百 然後除了全隊攻擊10倍之外 上修之後還有血回1.8倍 技衣的話從本來的CD8變成CD6 技術本來回1000點變成回1萬點 並且再新增效果 一回合內所有成員對機械級生出敵人傷害提升3倍 如果有迴避敵人攻擊自身CD-5喔 本來有無視燃燒這邊還多了一個無視黏斧 再來隊伍技能一樣有上調 機械級神族成員攻擊機值提升1萬點 所有符石都會兼具隊伍成員屬性 另外本來只有機械進場CD減10 現在是機械跟神都可以 然後還每回合幫你加10康喔 等於說隊長技的減傷80%直接常駐了 最下半部還有新增隊伍技 這個是只要夏瑪西當作成員就可以觸發 隊伍中只有神或機械的時候 然後你的隊伍裡有夏瑪西 夏瑪西進場一樣CD可以減10 而且夏瑪西攻血回機值增加1000點 再來我們來看潘朵拉 潘朵拉本來是沒有消除災害位置 妖精成員攻擊5倍現在就是直接給你5倍了 並且下面還有新增一個效果 如果你沒有消除災害位置的符石 妖精成員直接讓你無視數字盾喔 那時候大家都在說左右不能消會影響到的 就是數字盾跟十字盾嘛 數字這邊就直接讓你無視了 十字真的需要的話就用流光牌吧 中間有一個新增隊伍技 如果你用潘朵拉做正副隊長 然後隊伍中只有妖精的話 每次發動主動技能還原被擊碎的龍脈儀喔 哇這個真的是太誇張了 不用怕盒子消失 主動技能的話黃制是新增的部分 第一條就直接幫你強力回血 多了一個拆炸彈 移除符石同時提升自身的倍率 最大就是來到6倍 那因為潘朵拉當隊長是移除嘛 所以他這邊幫你補了一個加護珠 而且這邊點心珠可以追打無屬性射白白了 等於說無屬級直接射穿 OK 上次B搞的潘朵拉下馬西技能喔 大家對於這一波上修滿不滿意呢 今天主要就是把這個消息帶給大家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撲